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就把我房子拔了 吴小花 董事 这事属实吗 我确实带她去安岚相亲了 她拆房子这事我不知道啊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当着领导的面 我承认了是吧 过河拆桥 年底啊 好好给她评个优秀 评个仙剑 当着领导面撒谎 你脸是不红不板的 拔房子这事我真的不知道 你拔的是房子吗 你拔的是我的家园 家园 你们还笑啊 你们党员干部就是这么欺骗 和糊弄我一个弱势人体是吧 不是 弱势人体啊 吴小郝同志 你想尽快地解决问题 完成工作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你这 你这种工作方法欠妥啊 你这么脱离群众啊 能找到群众的信任吗 老百姓能买账吗 你下一步工作怎么进行啊 这些事不用我说 你心里应该清楚 你这样先给常进宝 先道个线 至于他的诉求 我们再想办法解决 来 你先下来 你下来 你下来 来 你先下来 你先下来 别放 你先下来 你先下来 常进宝 对不起 可能我工作上疏忽了吧 对不起 道歉你完了 道歉解决问题吗 那你还想怎么的 我不接受 他不是伺候你一个人的 他自己有家 有老人 有孩子 他牺牲自己的时间 去帮着你办事还怎么呢 你 这是他 这是他的职责 你怎么还像保姆那样 听你使唤啊 我使唤他怎么了 你们不是人民工徒吗 伺候我 那也是因为想让我点头关签 不是不登三宝殿 这天然还能掉进免费的仙里外 答应我的事 今天必须给我办了 没媳妇也得给我找个媳妇来 实在不行 你就是我媳妇 干什么 你们看着没有 吴小豪打人 都打群众 他去把 给我吓 你这是办什么魂啊你 这件事跟是吴副镇长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我抽的 我跟副镇长说让他把你接受媳妇 然后背着你们两个就把房子给拆了 你有什么本人抽管啊你 提问女人算什么呀你 你 你道歉 道歉 我道歉 回村没你好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再也不得了 我对不起你 来 怎么还行 一万 这都几点了 还下班吗 忙我容易回去了 你是感冒了吗 没有 你再睡吧 以后我回去 挺 怎么这么的 还写上这个大信心了呢 真是怪我 怪我 怪我 要不然这长进宝啊 就是该打 耍流氓你还不打他 是吧 但是有一点 你干净上班第一个月 难过第一个月 然后你就打了一个长进宝 以后你会碰见无数个长进宝 一年这个 这十二个月 十二个长进宝 两年就二十四个长进宝 咱能打得过来吗 咱毕竟是这个打员还是干嘛 这个 别人就明明咱有理的事 你最后把他打人说 人就认准了 吴小航副镇长打人 那就说不清楚了 谁在那报警嘛 你得给他教训嘛 你必须得让 让咱们这个这个 这个是关机关制的 是不是 现在打人干啥 这 是 行 下班之后早点回去嘛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 打的还是我的工作对象 不小豪啊 别忘了你是一名党员 一名乡镇干部 再大的羞辱 悲惧 恐惧 愤怒 你也不能失去理智 你拆的是他的房子 更是他的家 你这字太小了 我看不清啊 哎 你怎么走了 贴我家猛狗算怎么回事啊 我要的是公开道歉 提村委会 林爷 来来来 我帮你 给我吧 你下来 不了 不了 你坐 这些都要挂吧 我帮你把它挂上 不用了 不用了 房子都要拆了 别挂了 房子都要拆了就不挂了 那你把他挂上干吗呀 挂了这么多年了 一天看不见哪 我的心里头 活了 姑娘 我有事啊 您上次跟我说 大洁山保卫站的事 我在网上还有资料管查了一下 资料确实不多 不过还是找到一些 这里 我给您念念吧 一九四七年 大洁山保卫站以少胜多 护住了根据地 当时敌军把十五村都包围了 这里的老百姓 把粮草 武器 还有战士们 都藏在了山上的石窟里 小孩放哨 男人送饭 妇女照顾伤员 他们把能吃的和舍不得吃的 都留给了战士们 敌军找不着人 就开始恐吓 不过威胁村里 可是 没有一个人 说出石窟的秘密 直到整个保卫站结束 你说的这事啊 连世无村的人 都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这个 是我留下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 这个 是我的老班长 我陆武子那会儿的老班长 是我的陆党介绍人 我的战友 很多都在战争中 牺牲了 这些资料太珍贵了 我在书里 就找到一些军民雨水 根本查不到这些资料 这村子 要是真的开了 这村子 这些东西 没用了 这村子 要是真的开了 爷爷 你这些宝贝 能借我用一下吗 嗯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保护好的 好的 我先走了 来 都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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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怎么办 谈命吧 谈命吧 别说话了 都别说话了 现在咱们这个 石屋村 哥妹 哥妹 你整天小哈分枝长打电话 你是不是要开始 我们不能到哪了 签订仪式 就正式开始了 下面呢 请周书记 给我们做指示 好 好 这个我看大家这个脸上 都洋溢着笑容 就证明大家这个 心里还是满意的 这个关于置换呢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最关键啊 就是在我们 镇党委 政府啊 两村支部 还有这个我们村委的 共同努力下 特别是 区领导的关怀 和指导下 我们才有了现在这个局面 这个拆迁 我觉得这个字可以 理解成搬迁 是吧 那个意思 是吧 它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石屋村的这个 置换工作 不能换 大伙儿可能都不知道 就咱石屋村山上的石窟 当年 曾经保护过解放军战士们 还有这山下的石房子 还有咱脚下踩的每一片土地 都有大捷山保卫战士的鲜血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咱怎么能忘了呢 我知道我今天说这些话 可能有些唐突了 我先自我检讨 是因为我之前 对石屋村这段历史 没有深入的了解 我这有些资料 还有些老照片 是我刚从老花果爷爷那儿拿来的 这些东西 它收藏了几十年 当宝贝一样 大伙儿一会儿可以看一看 这上面的每一张照片 都在告诉我们 要铭记历史 这是我们石屋村的光荣啊 同志们 鉴于石屋村的这个特殊情况 我也会挖到区里 严府书记说 暂停安兰村土地置换工作 至于石屋村的搬迁情况 不能一刀切 要因地制宜地 做好经济开发规划 包括红色的历史遗迹 这项工作将是我们下一步 要重点推行的 我今天就说到这儿 看看其他同志 还有什么补充 我 我来补充吧 补充几句 我非常赞同 周冰书记 以上所有的这个讲话内容 尤其是对这个 红色基因的这样的保护 我也是非常支持 经过这次的这个搬迁工作呀 我在这里要特别地这个表扬 无腹阵长 那个何阵长 你跟这个周书记 已经表扬过 无腹阵长了 你就没必要 好 那 那你 你 你 不 不 不 那你补充吧 何阵长 你说 你说 你补充 我对无腹阵长的工作啊 是很肯定的 他无论从工作能力 和工作深度上 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他是可以承担全部工作的 所以我辞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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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贺 你这是第几次提出私职啊 从我来以后 你这是第一次打配糖果 第几次啊 还有个十几次 十几次 二十几次 几十次肯定有啊 你忙 今天 在会上 你这排案而起进入辞职啊 特别是党委会上 这样不行 我老婆 我病了可能 我得歇歇了 啥病 那 我可以给你开几个方案 爸爸们 好吧 我说着 吃什么 我说 你跟董说不着 你叫佛珠给我书记干的 你这个极牢成极了 我能不管你吗 说说 本来真是真是不想说了 你让我说我就非 要就说 自从这个 这吴小航来了之后啊 在这个镇上 就没有一天我过得 就特别轻松了 我说往东 他偏往西 我这工作啊 我都安排得妥妥的啊 我都推进得都特别好 他就在后头跟你搅合 他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像在火堆旁边 他卖炮仗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炸 那 而且还特别邪性啊 炸得可准了 他说要炸你腿啊 他绝对不会炸你胳膊 但基本上都炸心上了 接下来说 你就是说小冷库啊 小冷库那个 差遣我所有的工作 全都做到位了 大家伙都特别理解 他也签字了 结果反身回收 给我一个大嘴巴 然后在会上招呼都不打 然后就给我点号 好 那你说小冷库的问题 那处理上 我是先考虑的 那我 我是为我自己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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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不说了 十屋村 十屋村搬迁啊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多毛的 准备签字了 把老花骨请开了 这一棍子捅得我 捅一跟头 就是我小浩在 十屋村这个问题处理上 我觉得他也没错 除了在这个方式 方法呀 可能就是程序所乱 他应该提前 跟我们这个商量一下 好 让我们也有个预案 那我听出来了 你是 针对吴小浩呢 我也针得到 他是一天天的针对我 老婆 我这么说就严重了 小浩总之啊 刚来 人也生 环境也生的陌生 但是呢 他的工作方法 还是能提出表扬的 特别是他身上有很多优点 你能够发现 帅真 执着 年轻 他呀 你 你可前面别说 他是一股清流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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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涓涓信头 你江潘石 他是水滴石川 这就是他的力量 啥力量 破坏力 他真就是还专门来 穿我这个石头的 不对 他应该是洪水啊 他这发作起来 挡都挡不住啊 老婆 我是觉得啊 通过这段时间 消耗的工作 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好苗子 你说呢 咱们没准咱们的工作下一步 我真 真的需要这么一个 新生的力量 你看 你这气子消了 也说得差不多 你觉得呢 我给你开个药方就是 咱们还得好好戴戴这个苗子 我戴不戴不了 说你你来戴吧 我真戴不了 也不是戴不了 也是不想戴 我真是觉得你是个好老师 是 布小豪同志 他带着那么一样 充满年轻的力量 入入我们这个领导班子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份新的希望 我 我向你提出个要求啊 在以后会上 不能老说辞职辞职的 你这影响多不好 你好像咱们班的这个集体 不和谐 不团结 是不是啊 行了 叔叔 我向你 我向你保证啊 这是我第一次说辞职 也是最后一次 我就等我这句话 那看来我这药缝看起来合适 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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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丰收啊贺丰收 你也有今天 多少年了你说你在我们面前 一五和六说一图二的 到了 到了 堂堂一阵执掌 被出来乍到的女干部整个人 还辞职 要我看啊 这顾晓鸥不是冲着建设家乡 他是冲着你贺丰收回 真怕你这个 你高兴坏了啊 跟你没关系呗 辞职好 辞职跟我干嘛 免得你一天东东奔西跑得挺累的 安兰公司啊 我才看不上吧 你看不上也行 那咱们俩就找一个你看得上 咱们去旅游行了吧 我弄一辆好的方车 咱们一路向西去西藏 要是到了西藏呢 你还看不上 那咱俩就出国 什么非洲美洲的 这个地球能去的地方 只要你说咱俩就去 你真以为我辞职吗 怎么可能呢 那什么你 你不说什么 你这什么事说 你让我支持十五分搬迁 我是不是全力支持你 那我也给你定性了 十大体 顾大局啊 我怎么对着你 你怎么对着我 说不换就不换 那是我不同意换的吗 那不是吴小浩吗 他发现了一个新的 那个红色革命遗址吗 那不得保护啊 谁敢谁敢换 谁敢产前开发啊 冯师傅 你在我这儿永远有道理 每次说的都特别 完了我还都特听 我 我说的不是 我不是说要说服你 关廷小冷库 你让我把那大冷库 免费给大伙用 你上嘴词一碰下嘴词 我那租金得损失多少 还没有提这个事呢 你在这儿变相说 你是好人呗 你善良 你有觉悟 你有没有想过 你损失的是钱啊 但你得到人心了 你人心能有钱得了吗 不说了吗 暂时先放那儿呢 那后来呢 没下文了 你那暂时啊 你就是给我挖了一大坑 那坑 他们把那些海货 取走了 他下一片海货往哪儿放 那是暂时吗 你说过 这个我卫镇上做这些好事 你都记着呢 一定找机会 那个国家有好政策的时候 你要倾向于我们安岚 这话你说过吧 对啊 我是说了 那行 我现在有一件事情 你必须得全力支持我 支持 支持 不是 你说 你听说过那个 冷链物流园的 什么 冷 什么 冷链物流园 我听说过 咱们的小冷库集中整治行动 收到区里表扬了 这个小冷库平稳关停以后 区委 区政府 给予高度肯定 但是肯定之后 这个问题也来了 这有个小烂尾 之前啊 之前的所有的渔民呢 他这个这个 这个货物啊 还有他这个鱼产品啊 全都是免费放在村里面的冷库的 但你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你以后这渔民你还得去打鱼啊 你加工产品你得 你得放啊 你还 你往哪儿放啊 你这村里面这冷库 你这人是对外经营 你不可能收拾 我这永远免费给 给某些人使 那 那儿不对啊 所以你这问题你得 得解决 要沐平川那边 我真是按不住啊 那个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都在会上提一提 你不出去 微副镇长 你有什么想法 我还是让大家先说吧 来 都别憋着 大家都想想 行 还是我说吧 你看看 还是贺镇长有备而来 因为咱们这儿是这个 渔农结合的这样一个镇 咱们渔业这个经济啊 占收入的一半以上还要多 所以我建议就 就建一个冷电物流园 就你鼓励 你鼓励所有的渔民 你到园区里 你就建冷库吧 你建冷库 你这个海产品 你上来 上来之后 你做精深加工 把它这个打造成 咱们镇的这样全都产品 贺镇长啊 这个今天又放大招了 贺镇长一向是敢想敢干 老贺提的这个冷电物流园 正是这几年 刚刚兴起了一个新概念 我一直是考虑这个事很久了 但没有一个好的契机 今天贺镇长提出来 我想这个好的契机来了 大家多说说 吴夫政长 你也说说 我 我就是想说 如果建的话 这个物流园建在哪儿呢 你 你老家不是平湖的吗 平湖离市区又近 交通发达 我觉得建在平湖 更合适一些 老贺 周书记说得有道理 这个交通啊 确实是太重要 我觉得要是建在平湖村 那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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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位置啊 就安岚比平湖更合适 你看那安岚那个码头啊 那四通一平 那你完全都具备了 你只要建上标准化的厂房 你就住朝隐风 你开始招生隐私了 平湖你说现在有什么呢 平湖 这平原村呢 一马平村 老贺 这个具体建在哪儿呢 咱们得论证着看 因为这么大个项目 不能说某个人 我们拍了脑门子 就决定了是 这 这你怎么能是拍脑门子呢 我既然能说出来 那我肯定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要是想好了的话 你再给我们大家 一个考虑的时间啊 你想明白了 我们可能还没想明白呢 要不全镇的事 就你一个镇长就决定了吗 我 我根本没有那么想啊 投票吧 一人一票吧 从来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就投票来决定呗 我可没那么说啊 你这不是还没 没考虑清楚吗 是吗 那行 你拿这个方案来 我们下次会上专门讨论 咱会 镇长 镇长 不用道歉 我不接受 我不是道歉 我也没做错什么 那想干什么呀 我只想说那个冷电物流远的事 我刚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太好了 我真的太激动了 你有那么激动吗 那你赶紧找个地方冷静冷静吧 我这马上出去了 一分钟 就耽误你一分钟 之前这个小柳库关停了以后 我一直担心这个渔民的存过问题 没想到 您心里存了这么大的一个规划 这渔业是捷波镇的半壁江山 但是一直以来 没有形成以渔业为主的全头型企业 您刚才说那个冷静物流远 真的太好了 你这套跟谁学的 跟李延密学的 不是 我是发自内心的 那赶紧走 我还没说完呢 周书记不是说 要权衡一下这个物流远建在哪儿了 那巧了 我家是平湖的 您是安兰的 所以 不是 你这个还要论证什么 你告诉我你要论证什么 这安兰的优势简直显而易见嘛 这不是吧 您说的固然对 但周书记说的也没错呀 平湖也有天然的优势 我还你等 你呀 你为家乡争取利益 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在工作上 你这种私信答案 一点都要不得的 我没有 我说 你赶紧回你那儿办公室 那是你坐的地方吗 何镇长 来 小伙镇长 那何镇长刚才说过什么 他说 叫你觉醒 你们这何镇长挺霸道啊 性子极有强势 太难接受了 有的时候连话都不然说完 我今天本来想跟他说点什么 扔下我就走了 只能等周一再说了 那 你可得记住啊 以后跟这种人共事啊 千万要掌握分寸 懂得审时夺势 不要抢口扔手 像李严密那样 我可不想变那么优势 那你看 之前就跟你说 你 你 你待在门室办挺好的 你不听非要去啊 结果怎么样 不适合你了 爸爸我要找小宝王 他妈给他买了平衡车 我也想玩 是吗 好 妈妈答应你啊 有何了 来 陪女儿下去吧 咱们小区都是一帮 老太太 小媳妇 我总区 我一到了爷们总区 她不合适啊 对吧 怎么不合适了 你不最善于那个 闹花丛统当焦点吗 学校那会儿 你当文艺部长 一大群女生围着你 如鱼得水的 文艺 学校的万花丛 跟咱们小区的万花丛 那是一回事 再说 咱点点这一周回来一趟 你也不管 你自己觉得合适 我这不是要查资料吗 我今天多干一点 明天就会陪你们了 行吧 点点 走 爸爸带你出去玩去 去看万花丛 那等等 我还是我去吧 不查资料呢 不查这一会儿 李明 你刚才说要什么 平衡车是不是 安兰那些小冷户 不都拆掉了吗 镇上打算 集中建一个园区 让那些养殖货 在园区里 搞这个储藏 跟海产品加工 那这是好事啊 集中力量办大事嘛 那这个冷量物流园 我得掺和一下 这还有你说 只要现在安兰 就有你量子的份 看你说的 那不建在安兰 还建在石屋村里啊 那可说不准 没准现在平衡呢 听说镇上现在开会 正研究这事呢 贺政长主张呢 建在安兰 周书记主张呢 现在平衡 那这个关系有点微妙啊 所以说呀 弟妹的态度挺关键的 她关键啥 一个是镇长 一个是书记 她一个刚入职没几天的副职 有什么可关键啊 书记跟镇长一间不同意的时候 弟妹的态度就重要了 最近镇上发生了哪一件大事 没有你老婆的影子呀 这我媳妇啊 川可我了解 她这个人吧就是公平公正 实事求是 说真话办大事 但是在关键时刻她挺我的 明白人 董事明白人 这啥 你怎么一见我就走啊 你听我说完行不行 我一次性把话说完 我就不再跟着你了 行不行 你 严谨一干 没有你 我是想说 见冷恋物流员的事 我倾向见到安兰 我跟您的想法是一样的 首先 从情感上讲 我们拆了人家安兰 四十七户小冷库 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如果现在安兰通过政策 让这些人优先入园 对他们来说也是种安慰 从理论上讲呢 这平湖是离渔程近 交通发达 但是安兰离码头更近 你看成本降低了 另外实现了渔船到冷库的 无份对接 保证了海产品的新鲜 那你进来说吧 来 你喝了有点烫啊 就刚才你说那两点呢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于情于理呀 都跟健在安兰 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这个周书记 他拦着我不让我往下说 因为什么呢 周书记是外地的 他对这个平湖村呢 他这个情况他 他不够了解 他不像咱们俩 对这个很了解了 他还说我什么 我拍脑门子 我拍什么脑门子 我平时我不拍脑门子 我都是帮帮帮 拍胸脯子说话的 是吧 那你开会时候 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你 你 你是最能仗义直言的呀 我之前不是太莽撞了吗 让事情变得很被动 我就想这次我先跟你商量 你同意了我再说 成熟了 你真是真进步了 我真为你高兴 我之前呢 确实太就事论事 没你想问提那么有深度 我 我不喜欢你这种说话的方式啊 我还是喜欢你 像以前那样 你直来直去 你说就完了吗 干啥去 说完了就走了 没 没说完 你 你这 我这还有事呢这个 你说 这么个事 是因为周数据跟我说 那个物流员那个选址 那个报告嘛 因为我这是分担的工作太多了 我一直在想你 要不你来弄得了 我不合适吧 我才来多长时间 不是你 你怎么能不合适 你头脑很清晰呀 你 你很有见解呢 不行不行 万一这身中不好 就好了算你的 不好了算我的 我给你兜底的事 这也不是一件两件了 是 我之前给您工作上添了挺多麻烦 不过我目前对情况确实还不够扰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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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怕 就了解得不够 我们以后在工作中可以加深了解嘛 你比如说你是安岚啊 安岚是我的老家伙 那我怎么很熟悉 他有什么那样的优势啊 那我 我都可以帮你 那平湖村就不用说了 那你爸妈都在 他有什么劣势 那你也是知道的 所以这个事交给你 我觉得是 最合适的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贺证状 为什么把这个物流源选址包上我来写啊 这事啊 其实特简单 根本就不复杂 这哪是安岚村和平湖 哪个更合适的问题啊 这就是贺镇长跟周书记他们两个 你懂的 我呢 虽然是比较欣赏贺镇长 但是吧 贺镇长有时候作风 确实过于直接 过于霸道了 你看那天会上他对周书记的态度 这也太让书记下不来台了 你说周书记那么好脾气一个人 总也有爆发的时候吧 我从来没见过周书记 发那么大的火 这就是个坑 那就是说 不管这个报告我怎么写 都不对是吧 几点了还写 你是真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啊 又喝酒了吧 没有 喝了点茶 你怎么不换鞋啊 赶紧换鞋洗澡去 我听说 结合镇要建这个冷链物流员 是吧 如果真要建的话呢 我在公司里刷个点 你口气倒不小 你想设就设呀 打开门做生计 我这带着钱还能不让我接 到时候就请媳妇高台会手 这个冷链物流员得 建在安兰了吧 安兰是好 不过周书记说了 平湖也有条件和竞争力 媳妇 我觉得平湖不合适 其他的村都不合适 安兰是最合适 你一个外人 瞎给什么意见 我现在是正干部家属 这怎么能算是外人呢 对吧 你听我跟你分析啊 暗兰村呢是最大的渔业村 对吧 有需求 有销量 也有产量 而且呢 它的运输 储存 都很方便 还有就是 我跟牧这么熟 如果真的建在暗兰 后期我靳远安 是你成长的 说来说去 还是在想着你自己 那我再玩个苦啊哈地 弄个钱为了她 还不是为了咱这家 对了 对了 你支持建在暗兰啊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 什么 避嫌 你想啊大家都知道 你是平湖村了吧 但凡你表现出来支持平湖 那这鲜花立马就到 从政的人啊 这种事特别敏感 你又没从政 我从小到大耳朵目染都够了 记住啊 避嫌 对了 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啊 求您件事 您吩咐 洗澡去 好嘞 你也别写太晚啊 朗列物流源 如果实在咱解决不了 过几天咱就到区里 让明导来解决的啊 说明你看看这个 这是给我写的 你这指向性也太强了吧 如果你带着这么强烈的个人指向性 你还不如直接在上面写着 安兰村就是好几个字得难言 不是 你别急啊 这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写的 我看也是你受益下写的 我就怕你说我不客观 所以我找第三方人写的啊 我叫好写的 我觉得他还是实事求是的 他对两地优劣士的评论呢 很客观 很公正 建在安兰是最佳选择 这报告上只是写了一个分析的过程 他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吧 这两项对比之下 我看这个结论一目了然的 我看就是你老贺 个人对报告的认识吧 那既然我们意见不统一 那就会上了 会上讨论 老贺呀 别什么事 都会上讨论 会上讨论的 影响多不好啊 看见会上 我们根本答不成一致啊 你的态度就不对 怎么不对了 书记啊 你好好看一下 我看过了 晓鸥 副镇长 你 你这个脸色不太好啊 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啊 我挺好的 自从来到镇里边啊 你这是语称皆破来回地跑 你可得注意身体啊 这几天啊 弄这个物流源的事啊 说句实话 搁谁谁也心累 不过我相信啊 你会做出正确选择的 李副书记啊 我想问问你 你真的倾向把这个物流源 建在平湖村吗 我呀 我的倾向不重要 关键是 是吧 都懂 都懂 这个 这个胡晓鸥啊 这一点都没猜错的 这上次开完会啊 他第一次来找我 说他家是平湖的 然后平湖什么这样的优势啊 那我以为因为 因为周斌先提出了要建在平湖嘛 我以为他就是 给家乡就拉点利益 跟书记还能 站到一条线上 他后来是第二次 第二次来找我 说他支持建在安兰 然后就在那儿跟我讲 说什么是第一 什么什么什么 第二是因为 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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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嘴 这说的 这头头是道的 嗯 这油耗亮 特别聪明 物流员只有建在安兰 他才有机会 进来一块儿干 那肯定是吴晓鸥他 他做工作了 做吴晓鸥工作了吧 行了 这个是聪明的女人 行了 行了 我就了解一下这就行了 说到这儿了 行 干啥啊 吴晓鸥是谁啊 最您老提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个女同事吧 你猜 那肯定是你 女不女 难不难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赶紧学习吧 你看看你的成绩 你不是你们镇政府 最横的吗 怎么连个女同事都搞不定 我 对我就能搞定你 怎么的你还要 我发现啊 越年轻的女同事 你是越搞不定 来 你过来 来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喝成 喝成 来 来 来 有能的 你别走 你过来 来